常務市長這個缺 那就由這個周知浩 原來疾管署的署長來接任 疾病管署署長的這個缺 那就由原來疾管署的副署長張恩強來接任 我們可能會調整由羅一鈞來擔任這個發言人 我們的常務市長 因為原來的常務市長石松良市長 現在調到健保署擔任署長 所以常務市長這個缺 那就由這個周知浩原來疾管署的署長來接任 第二位就是在 在周市長升任這個常務市長之後 所留下來的疾病管署署署長的這個缺 那就由原來的疾管署的副署長張恩強來接任 這個派令我們是同時接到的 所以 這一個等於是無縫的接軌 莊副署長其實也是 我們整個防疫團隊裡面很重要的一員 同時也擔任指揮中心的這個發言人的角色 這兩位都是學友專長 在這個防疫上面的話 不只是現在的這個COVID-19的疫情 其實在各種傳染病的預防控制上面的話 那在過去長年的工作 都得到很好的一個成績 指揮中心也是 雖然還在持續當中 但是工作上面會逐步的這一個方向 就是說轉到這一個收尾的一個階段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那在指揮中心的這一些工作 基本上並不會改變 發言人的部分的話 我們可能會調整由羅一軍 這一個 他是算是醫療驗變組的副組長 那可能是會由他來擔任這個發言人